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一百五十五回 左末的努力和刻苦不是因为仇恨 只是因为生存,这便是他的现实 然而呢,没有人能无视自己的过去 尤其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体里边呢 还有一颗五行琉璃珠之后 他的心境顿时被打破了 谁放的,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他想知道 狐妖对这次的交易那是很满意的 他也很明白左末的处境 对于一位能够在一战旗中 把公孙打得落花流水 经过千年大战的高手 狐妖的思路远比左末要清晰得多 左末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力量 公孙折腾的队伍 只能算得上原水 原水难解尽客呀 实力的增长有其必然的规律 狐妖不会连这点也不知道 但他敢说出那话 自然那是有所平视 他平视的不是别的 而是左末 左末的修炼由于种种原因呢 一直受到了狐妖的压制 也是这种压制使他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 如今不妙的处境让狐妖意识到必须改变策略 你正在一个突破口 狐妖直言不讳 你练体已经达到了山体之境 虽然只有一山 离神通就一步之遥啊 一山 神通 左末集中了精神 山体呢 分三重啊 一山是第一重 你能练出山体 吸取地气 练体呢 开始真正入门 能练成山体 离神通就不远了 狐妖在这儿啊 撒了个小谎 本来左末呢 早就能够修成神通 由于他故意地从中阻挠呢 才到现在还未修成神通 狐妖脸不红 心不跳地接着说 这所谓神通啊 是禅修的说法 练体达到一定境界 本我通明 神通自生啊 这神通 源本我而生 每个人的神通 也自然不同啊 左末 听的是似懂非懂啊 禅修呢 就喜欢把东西 说得那么玄 你可以这样理解 什么叫练体啊 就是把血肉身体啊 当作法宝来练 就练到一定的地步呢 自然会生出一些奇妙的能力 每个人的血肉都不一样 这能力呢 也就千差万别啊 经徒妖这一解释呢 左末倒是觉得直白了许多 一件法宝 一把飞剑 炼化时间越久 并会生出越多的玄妙 不 我能修成神通 左末有些兴奋 他很好奇啊 自己的神通是什么 差不多啊 你这些天 多挤起一些地气 这东西啊 挺有用的 普遥呢 含含吾呼呼的说道 为了不被揭穿老底 他连忙转移了话题 除了神通 还要件东西啊 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你的实力 左末果然被他的话引导 有些吃惊 什么东西 他从来不知道 自己身上有什么 能够提高实力的东西 那颗五行流利珠啊 五行流利珠是比较少见的法宝啊 它能够储存灵力 并且把灵力呢 转化为五行本源 嗯 把灵力转化为五行本源 昨末有点吃惊 他想到了小塔呀 小塔能够把法宝材料等等 分解成五行精气 但是五行精气 比起五行本源要差许多呀 五行精气孕育成随 形成五行随 小塔塔岩的小葫芦 便是五行随 而五行本源呢 却是五行随中最精华的部分 没错 五行源是好东西 你上次受伤啊 就是这颗珠子修补你的身体质好的 五行本源很容易被吸收 很适合用来练体呀 也不知道谁放的 真是舍得呀 莫名的左墨心中忽然一阵悸动 这阵悸动来得很突然 他有一种感觉 这颗五行流利猪对他呢 很重要 他说不清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呢 却是极其的强烈 强烈到他无法忽视的地步 他不知道这颗五行流利猪是谁的 但舍得给自己放这颗五行流利猪的 一定是自己呢 最亲密的人吧 是自己的父母吗 他抬起头 语气坚决 不动用他 修炼神通吧 狐妖说的轻巧 但是神通啊 并没有那么容易炼成的 经过地气改造过的身体呢 可以容纳更多的地气 左墨也把时间全都花在集体地气上 地气吸入体内呢 便会化作了无数 吸入发丝的小骨 散入到了左墨身体的每一寸血肉筋 左墨浑身力量说不出来的充盈啊 手掌中的山峰图案也越来越清晰 按照狐妖的说法 自己的炼体也算得上入门了 一边汲取地气 左墨呢 一边仔细的体会 炼体和炼剑的区别 相比那些繁复深奥的剑决 这炼体啊 要简单了许多 只需要把地气呢 不断的导引身体每一寸 不断的淬炼 更多呢 考验的是耐心 左墨一寸一寸的引导的 地气淬炼 血肉筋骨之前呢 逆收地气 他的身体强行经过许多次的淬炼 左墨轻车熟路 毫不费力 只有许多的地气没有办法被吸收 而游离在血肉之间 他也不着急 淬炼身体是个水魔功夫 急不得呀 血肉筋骨就像会呼吸一般 当吸收的地气达到了一定的地步的时候 便会处于饱和状态 左墨双膝微蹲呢 双掌笼罩着一层暗青色的光芒 只见他不断地用双掌拍打着身体 每一次拍打呢 他的身体都是一阵微颤 像被电芒击中 又麻又痒啊 每一次拍击 便会有许多地气被震得更细小 细弱微尘 啪啪啪 左墨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呢 这才停了下来 今天吸收的地气 终于全都吸收完毕了 他站直了身子 全身不仅没有半点的劳累 反而是说不出来的舒畅啊 他知道 只要坚持下去 他的身体呢 会越来越凝实坚韧 像法宝一样难伤啊 他忽然有些 喜欢练体了 练你的禅修 虽然攻击力没有办法和剑修相比 但是一点一滴的淬炼身体 不断建立着信心 全身每个毛孔都能感到的日益强大感 都不断地让人变得坚定 许多禅修啊 一生都不用法宝 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时间呢 都花在淬炼自己的身体上 他们的身体呢 比起那些强大的法宝丝毫不逊色 而若禅修死后遗留下的尸体 更是炼尸最极品的材料 只是没人敢这么干 曾经这么干过的修者 无一例外啊 全都被禅修追杀至死 魔恶最擅长练体 你修炼的金刚威严 虽然是入门的东西 但用来打根机还是不错的 仆妖冷冷地说道 只要一说起和墓碑相关的东西 它从来都没有好脸色 从本质上来说 人类并不适合链体 因为没有魔纹 左膜反应很快 没错 有魔纹 链体效率要加数倍 对于链体来说 灵力不是最佳的选择 灵力擅长的是变化 禅修那帮家伙呀 都是当年没见解心法 逼得没有办法 模仿魔链体 学了个半桶水呀 扶妖言语之间的 对禅修流露出了不屑一顾 他继续冷哼道 魔都懂链体 但其中区别有天壤之别 好一些的链体魔工 全都有严格的传承 妖魔的传承比起修者 要严格的多呀 这妖魔是怎么传承的呀 左魔大感兴趣 好奇地问 魔界最顶级的传承 大多掌握在一些魔将以上的魔手手上 他们呀 就像是一方诸侯 下面的统领无数更低阶的魔 在任何一个魔界 传承就代表着力量 想学习更高的传承 只有不断地向自己的主公的奉献忠诚 以后你要是遇到魔君 可千万要小心哪 为什么 难道他们比妖君还强吗 左墨呢 有些吃惊啊 在他看来那天见到的妖君 已经强大的让人无法提起抗争的念头了 妖君呢 行之如意 但是若论服从性 没有什么军队能够和魔君相比的 魔君的纪律之森严 无人能出其诱 任何一名魔将 他手下会有无数愿意为他赴死的属下 汉勇不畏死 极强的服从性 只要这个魔将不要太蠢啊 任何队伍遇上他们都会头疼的 他们不怕死 左墨有些不解啊 他很难理解这种忠诚 他并非不相信这样的忠诚 只是他觉得 这样的忠诚呢 只有可能出现在少数人身上 如意之队伍 绝大多数都不怕死 那就太可怕了 因为魔法传承 任何一种高阶魔功传承 都有其独到的开灵术 能开启灵智 按照你们的说法 魔由精怪而生 实际上呢 能够称为魔的 有一个必须的条件 就是开启灵智 每个魔背后必有他们的族群 但是若要成魔 则必须开启灵智 开启灵智的精怪 才能修炼魔功 若他们死了 他们的族群会受贿 会得到更多的开启灵智的机会 这是任何一个魔界 任何一名魔将 都会遵守的基本的规矩 为什么不多开启系呢 开启灵智 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不要看了左墨眼 虽然生会的也有 但数量极少 这些人都是天赋出色的家伙 那岂不是永远都要做府庸了吗 人家不傻 加入军中 便可以获得低阶的魔功传承 机会的军功呢 可以换取更好的传承 虽然不可能是最顶级的魔功传承 换取的传承是能够传授给族人的 若是他们能够领悟到开启灵智的方法 他们的族群便可以走上兴旺之路 至于能不能自成一家 那就要看机遇了 哎 你们妖是怎么传承的呀 左墨更是好奇 妖的族群更复杂 比起魔和修者来说 那都要复杂很多呀 在我们那儿低阶传承 很容易学到的 不妖露出了几分缅怀的神情 我们的繁衍没有魔那么困难 牺牲的妖都会在自己的族群接受教育 到了一定的年龄呢 会统一安排进入妖术府 在那里学习更高级的妖术 而从妖术府毕业的更优秀者呢 有机会跟随更厉害的妖 学习更高级的妖术 左墨听得目瞪口呆呀 他一直以为妖魔的世界 都充满了混乱杀戮 听仆妖如此一说 比起修者世界来都要和平安详啊 似乎猜到了左墨在想什么 仆妖又是一盏冷笑 我说你啊 别想的那么美了 在哪儿阴暗的勾当都少不了 说到这儿 狐妖似乎想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脸色呢有些难看了 左墨撇了撇嘴 狐妖真是小心眼 都过去千年之久了 这家伙啊 还记恨在心 以后啊 千万不能得罪他 这丝可真是记仇啊 狐妖的介绍 彻底的颠覆了左墨脑海中 对妖魔的印象啊 你的力量不强 学的东西也很多 虽然博杂力点 但好处不是没有啊 他给你的金刚威严 虽然肤浅 却是正宗的魔工啊 至于灵力呢 无论是法觉运用 还是灵力操控 一不输其他修者呀 神识就更不用说了 星辰炼神 大小千叶手 都是顶级的妖术传承啊 而且呢 你还精通扶阵 这一点尤其关键啊 狐妖呢 是侃侃而谈啊 就像学识渊博的学者一样 无论是法觉 妖术还是魔工 究其本质呢 都是天地法则 如果你不懂 福振之学 三种兼修 只会落下一个 博杂不堪的下场啊 三种力量 各自的发展演变 经过了无数岁月 道路迥异啊 但是福振之学 却能够把三者呢 串联起来 说到这儿 狐妖呢 有些谨慎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 你以后会怎么样 因为没有先例啊 修者的福振之学 出现得很早 也最是完善 但是呢 修者对妖魔的了解 太少了 也没听说 谁在这方面 有所突破 为什么 祖墨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修者呢 会对此视而不见呢 妖魔之间 敌对这么多年 为什么修者对妖魔的了解 还是那么少 狐妖呢 很想翻白眼 讽刺一下 左墨对历史的一无所知啊 但是想想还是忍住了 他耐心的解释着 金石和法宝更有效 只要是有足够的材料 修者的力量会迅速的攀升 无论是魔公 无论是魔公 还是妖术 虽然能借助外力 但是有限得很啊 远远不如金石和法宝 见效快 而且魔公和妖术 都不适合灵力啊 修炼的越多 只会是更博杂呀 为什么剑修墙 因为他们只修灵力 只修剑 他们只需要更多的金石 更好的材料 更强的法宝飞剑 说到底吧 修者的道路是掠夺 越来越专业的掠夺 琢磨被说得哑口无言 仔细一琢磨 觉得仆妖虽然说得有些难听 但是还是颇有几分道理的 不过嘛 仆妖语气一转 充满嘲讽的说道 长期借助外力 捂的就少了 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但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修者的真正高手 比起千年前 只怕少许多了吧 啊 哈哈哈哈 歪头想了想 琢磨一片茫然啊 天月界只是个小地方 外面如何 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无所谓的 耸了耸肩 嗨 管他们呢 咱们呀 还是先管好自己再说吧 仆妖黑黑一笑 并不说话 经过仆妖的指点 琢磨直觉 豁然开朗啊 思路清晰无比 自己今后的修炼 他大致心中有谱了 灵力 肉体神石代表了法觉 魔工和妖术三个独立的领域 彼此之间呢 却有桥梁把三者呢 沟通起串联起来 那就是浮阵了 这尤其是他从同犀牛魔文中解析出三个浮阵之后 令他呢 是信心大增啊 他此时才恍然发现 以前一些被自己忽视的地方 像神石的增长 对灵力的控制大有益处 自己精细无比的灵力控制 不就是得益于远超过同修为修者的神石吗 他忽然有一种预感 自己这段时间修炼成功之后啊 自己的灵力只怕也会发生变化 他不禁的充满了期待 左末的神通呢 还没有练出来 公孙已经站下了石门摊 惊人的效率 连左末也不由得瞠目接舍呀 这次的损失比起上次更小 俘虏的修者的数目比上次更多 其中包括这伙人的老大谢山 当他目睹了 经过公孙修正后的三段波式冲上 他便明白了双方实力 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虽然说在人数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啊 李智还是让他选择了投降 而他投降后得知 对方之所以攻打他们 只不过是为了石门摊的烂铁银矿的时候 郁闷的差点吐血 如果他早知道绝对会毫无犹豫的拱手相送 现在的小山界 谁还要矿卖呀 开采矿卖 若没有傀儡和匈奴成本之高 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谢山想破了脑袋也不明白 这帮人要的矿卖干什么 不过看不透对方的意图 他却能够看得清 双方力量的差距 欲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156回